最新消息立刻來關注 大陸解放軍釋出了更多 關於今天圍台軍演的最新畫面了 包括了稍早呢 我們提供給您的這個文字訊息 就是解放軍的多型戰鬥機 飛過了台海中線 跟中央山脈同框的動態畫面 好 現在畫面出來了 曝光了 等一會我們紅箭頭也特別指出了 中央山脈的位置 從多角度不同的戰機 跟中央山脈同框的一個畫面 就在這裡 紅箭頭指的這個 好 你看到大陸釋出的這個畫面 還特別跟這個戰機來同框 那同一則影片當中呢 大陸官方也曝光了多批多架次的轟6K 掛石彈飛到了預定空域的一個畫面 那說要建立打擊的陣衛 來模擬對港口軍事目標 實施多波次的類比聯合打擊 還有一個最新就是呢 另外在大陸海警的部分 則是釋出了最新向我方喊話的影片 那主要是福建的海警編隊 他們是在馬祖東應 以及台灣島周圍附近巡航 同時解放軍呢 他們是大陸海警 大陸海警 他們是用這個閩南語向我方來喊話 這個也是有動態畫面的 還有一個我方也有反制了 來看到是剛剛國防部公布的一個最新圖片 它是什麼呢 這是我方反制 我們用這個F-16戰機 用狙擊手的這個來艙 鎖定解放軍航母遼寧艦的這個艦載機殲-15 所以圖片當中這呢 就是殲-15的一個畫面了 好畫面的話是有動態的 但是我們即時把一個最新提供給您 就是我方也反制了 我們釋出了F-16的狙擊手來艙 那個鎖定這個對方 好遼寧艦艦載機殲-15的一個最新動態畫面了 幾個最新提供給您了 好